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五号选手出场 这些阿姨不仅气质欲众不同 而且今天的这个造型 这个风格 或者说就是这支模特队感觉就和别人不一样 这样 咱们今天有请各位阿姨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严静 我今年已经70岁了 不像 大家好 我叫刘静 今年 我现在是60后 60后 60 大家好 我叫陈静 今年61岁 欢迎 好年轻 大家好 我叫严斌 今年66 大家好 我叫夏雪芹 来自于多伦多 我今年59岁 60了 跟我一样的 大家好 我叫蔡颖 今年58岁 欢迎 周69 70多岁 70来岁阿姨组的模特队 首先那个衣服就应该是花花绿绿的 或者是旗袍 旗袍 对 但是阿姨们这个风格好像和她们都不太一样 嗯 北京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一定是那个与众不同的 确实与众不同 其实我这个服装设计是为了心中的一个演员 奥黛利赫本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她的电影 您这一说我突然听见了一个信息 这都是您设计的呀 对呀 是的 阿姨 您是设计师啊 我不是设计师 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个服装 我经时穿也都是穿自己设计的 阿姨 我能问问 您这个裙子的设计灵感是跟家里那个WiFi信号有关系吗 一圈一圈的就是感觉信号挺足的 因为很喜欢爵士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我就想把自己穿成中性的 大家看我这个帽子也是一个就是男人的大礼帽 前面这个是洗澡那个玉金吗 玉花吗 你真眼睛真好 你真看出来 就是那个打泡泡的那个玉花 我还想让曹云老师 还想让他猜猜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套吗 就如果我 因为我们有时候主持那种晚会吧 有时候它是白天录制 在外景 我其实特别喜欢旁边那个街街 防晒呀 自己戴个遮阳伞的是吗 这太防晒了 你能猜出这个帽子它是什么做的吗 不是伞就是灯罩 灯罩好 你说对了 是那个老头钓鱼的那个那个伞 它因为遮盖面积比较大 然后我就把它在包上一层什么这种 阿姨 我发现了一个信息 重要的信息 这个手包 也是 这个手包和您这个帽子上面这个玉花 又被你发现了 这是一个批发市场买的 没错 这是防水嘛 洗澡的时候可以拎的 对对太好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 这个衣服的这个设计呢就是 这个是咱们有时候那个带的围巾什么的吗 带流苏的 不是 都是接的 一块一块的 接起来 桌布 桌布 对 桌布 桌布 然后再加一点流苏 这时尚感应也有了 这真没想到 这个厉害吧 太棒了 再看一看这位吧 这是什么呀 软塑料管 这就是那个废旧的那个包装的那种 软的那种 泡沫 其实 哇 真可出来呀 真厉害 这个很厉害 现在都在讲究环保 所以这个东西再加上一点时尚的 走起来飘飘翼翼的也很好看 是不是 再看一看这位 这个设计呢就是因为它夸张嘛 你又不能太重 所以呢 这是泡沫的那东西 有点像那个瑜伽垫似的 对 有点像那个 这个刘海一半是您给设计的 因为我觉得跟这帽子好搭呀 好漂亮 这是有点复古的那个刘海 特意设计的这样 对 再来看看我们这位小美女 她的这个帽子 是不是也挺特别 这所有帽子都好有型啊 漂亮漂亮 这个你能猜出是什么做的呢 这纸盒子吧 购物袋 我猜是就是铺在桌上那个餐垫 太多了 这个我猜还是那个餐垫 有圆那种方的嘛 对 然后加上一些这种褶皱的 是吧 是不是挺时尚的 好看 好看吗 阿姨您真是太有才了 对 真是心灵手巧 阿姨真让我们很敬佩 其实不是职业的服装设计师 就是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而且经过你看阿姨的设计改造之后 你看好像直接减零减了二十三十岁 真的就像回到少女时代一样 然后依然是那么的优雅温柔 而且可以享受姐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是的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心态特别年轻 而且从健康上 从内心上 然后从大家的这种信念上 都觉得我们真就是又回到了 年轻时候 真好 真的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 阿姨说自己组个了时尚队 然后有点设计想法 让别人去做什么的 不是 当我发现呢 您是很多用生活中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能没有太在意的东西 重新去组装 把它做成了这样一种很时尚的舞台的时候 我一下就被震撼了 因为这是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人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 然后你才能够去发现这些美 然后带动着大家的生活 我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也给很多老年朋友一个启示 就是当我们退休了以后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闺蜜了 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 我可以去做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去享受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没错 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展示过老年朋友如何锻炼身体 还有这个老夫妻 然后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买了一辆小车 环游咱们中国呀 这个浪漫的旅行生活 这都是方方面面的选择 包括今天颜阿姨和她的姐妹们在台上 她们展示的这种不一样的摩登的老年时代 也是一种选择 谢谢阿姨 跟您学到很多 那咱们言归正传啊 毕竟是唱歌的舞台 咱们先请严谨阿姨给我们带来表演 我们听听阿姨的歌唱得怎么样 舞台留给您 加油 向咱们歌唱的歌唱 我们听听阿姨的歌唱 我们听听阿姨的歌唱 中文字幕统 niet 在歌唱唱中文字幕统 Não和歌唱 我们听阿姨的歌唱 我们听听阿姨的歌唱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